好 就是現在了各位 你們都說禿頭博士加水 我們就在這一刻開始反擊 我們現在要來除濕了 米漬除濕機 我今天就跟你們分享2014年到2021年 我與禿頭博士的12個故事 不知道有沒有上中下 但是是反擊篇 陳之刃一定是一個大盤子 絕對一定是一個大盤子 我跟Eason這個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2014年 那個時候我還在念大學 我在高雄念書嘛 然後我們辦了一個 for高雄大學的一個電競比賽 然後有四校還是五校聯合 總招是念中山大學的 然後每一個學校都要有一個副招 我是高第一的副招 然後他是辦了一個low的比賽 還有盧慈的比賽 然後low的比賽還請了 是閃電狼還是哪一個的女子戰隊 還有來打表演賽 反正那個活動 我們簡單講其實是弄得蠻大的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負責如石的部分嘛 然後那個時候我才剛 開始想要開台 我還是一個完全nobody 然後low的賽評是小蘭 如石他就叫我去找 我們的那個經費其實是有得到一些補助的 然後理論上他是要找主播跟賽評 可是我那個時候對於小弟我自己是 有一定的自信的 所以我就講說那不然我來當主播 然後我去找賽評 然後他說啊這個價錢預算的部分 沒關係 真的沒關係 這次交給我 反正就是我去找一個 我找到價錢之後我再跟你講 我跟你講之後呢經費OK 那就是我會跟Eason肖 領同一個價錢 所以他說 他說有多盤 那其實我自己拿到的錢就是多少 然後我們要講一個加水的部分 他這樣子傳遞給你們的感覺就是 他是跟我談價錢的嘛 但你們也知道 Eason肖這個人 你看開始現在在那邊辯解 我現在 你人也在 我們就直接戳破 我根本不是你談的 那個價錢是J Team 是得死跟我談的 呵呵 對話紀錄我都還有 你根本沒跟我聊過價錢 呵呵呵 Eason這個人 這麼懶惰 要跑高雄就算了 還要自己在那邊談價錢 這怎麼樣都不是一個 在戰隊裡面的人會聊的事情嗎 然後我坐高鐵到高雄 他還開車來載我 當下其實當下我對Tommy很有印象了 是因為那個時候我一上車之後 因為我想說很多人車子裡面不抽煙嘛 因為怕有味道什麼的 他馬上把一個東西 把一個那個什麼蓋子打開 我說這是什麼 他說煙灰缸啦 來啦 假婚 呵呵 對因為我 我有看他實況 我知道他也是一個那個抽煙蟲 確實我的車上是可以抽煙的 所以我們 見面第一句話 我是拿那個紙杯 然後裡面有加水 然後我就放在那個 前座的飲料做這樣 欸 啊 假婚啦 啊 假婚假婚 他一個左轉 嗯 然後直接 左轉 因為那是 那是單行道 那一條是單行道 他左轉之後 便利商店門口 那個8加9有沒有 都騎機車 那個8加9 原本在那邊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那個 Tommy車一過去 那個煙子也掉下來 車子也擋在前面 真有這件事 那時候我就想說 幹 這整個人真是一個飆仔 沒錯 那個地方是 單向道 這個部分是沒有加水的 但是 並沒有一群8加9 我跟你講 我們開車到中山大學 反正從高第一到中山大學 是非常非常遙遠的路程 我平常 根本也就不會去那個地方 然後你們設想一下 中山大學 好山好水 好無聊 怎麼可能會有8加9 根本不可能 我確實在單向道左轉 沒錯 因為我也第一次開那條路 但我嚇到的人 並不是8加9 整個那個空間裡面 拿著煙的人 就只有坐在車上 主駕跟副駕的我跟Eason 方圓10里內 根本沒有人抽煙 我是嚇到一群 熱愛上課的 中山大學的 優秀的 國家未來的棟梁 確實有嚇到 但掉煙的 要嘛是猴子 要嘛是Eason 他前面說 我是飆仔 為什麼那天 Eason跟小蘭 會睡在我高雄的住處 就是因為 我是一個 新生代的 安全駕駛 我們活動那天有delay 然後小蘭那個時候想要趕搭 最後一班的高鐵回台北 可是活動結束的時候 最後一班高鐵 我好像記得是10點多 還是11點 我們要從中山大學到左營高鐵站 真的很難 好不好 你必須得真的是一個飆仔 才有辦法直接飆過去 我來不及 你們知道嗎 我真的來不及 小蘭在最後最後一刻 真的來不及去搭到那最後一班高鐵 所以我提議說 孩子今天睡我家 小弟弟我一個月房租3000塊 但是我的房間有11坪 塞他們兩個完全沒有問題 房間11坪 不誇張 真的不誇張 3000塊 所以那個時候 我才會邀請他們兩位來住我家 合理吧 整個故事都合理了嘛 那個時候我就發現 Tommy有一個 比較恐怖的習慣 原本我以為那是Tommy的小習慣 後來我發現那不是Tommy的習慣 是成家 他們成家的習慣 沒有 我這個人的習慣是 我睡覺一定要開電視 然後到大學的時候 我睡覺我的筆電一定要在播 美劇 然後後來有打爐時的時候 一定要播實況 所以最早的時候 我都是 白天睡覺嘛 然後我會聽一些 好像是雷老闆 Renee Trump 然後還有一些 更早更早時期的Dog 我在聽他們的實況睡覺 那後來 漸漸他們也沒什麼在開台 然後時段也換了 我能轉移到的就只剩下 筍肝爆炸 筍肝爆炸 其實那個對我來講 也真的沒有到真的很吵 我的音量也不會調太大 其實我還是睡得著的 反正就是有聲音就好 到現在我可能是改成聽YT影片了 那段時間 我們剛好是 我剛回來台北嘛 然後 我家本來就是一個 中途之家 基本上大家沒事都來我家 因為 我媽通常也不在家 然後我也一個人 五拘無束的嘛 所以我原本的朋友 再加上 盧石圈認識的朋友 那個時候很瘋 麻將跟德州 但後來都是德州 因為人太多了 所以就會有我自己的朋友 然後再尬那些 AHQ 跳班仔 然後就會在我家 理論上 他們的合約應該是 七天裡面有五天要在宿舍 放週休二日 但最後變成是 七天裡面有五天在我家 然後去AHQ放假 放那個禮拜一禮拜二 因為有節目 所以有時候 我家就會變成 同一個時間內 人口之雜亂 我家兩房一廳 總共塞了二十幾個人 然後 開了四桌 根本賭場 所以確實有一段時間 我家是 每到週末 保守估計一定會有 十幾個人 三十個是有點太離譜 三十個有點太離譜 然後也確實有一次 我媽剛好在 然後 他們在想有沒有吵到我媽 我媽出來說 啊 還不夠吵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我媽是不是委婉的在講這句話 我就不知道了 但就我所知 我們家應該都是蠻 深層睡眠的 正常情況下 我們睡下去是不可能有人吵得起來 當年如果我在高雄多留一天 腦震盪的那一個可能就是我 這個故事是 我 我確實在高雄念書的時候 我大事的時候有出一個車禍 我在綠燈執行的時候 十字路口 有一個 有一個阿婆 騎腳踏車直接衝出來 然後 我 我有擊殺 然後 煞車的時候還是 稍微有點碰撞到 但 當下是 解決了 只是沒有 沒有簽白紙黑字 所以事後 我就是跟他兒子口頭 和解完之後 沒有留下任何的記錄 那個時候想說就沒事 就好 想不到 隔了一陣子 他兒子可能 嘖 就那個阿婆的兒子啦 但其實也是一個大叔了 應該也是50歲有了吧 可能有人教他吧 就是想要敲詐 然後他就說 我們的和解 沒有經過一個正式的手續 所以他說要 去 談一個正式的和解 然後希望我可以賠錢 和解其實是要先到那個 調解委員會 然後兩邊坐下來談 然後他就開始講 什麼 他媽媽從那次車禍之後 就開始 記不清楚啊 然後會 出門亂走啊 然後 老人癡呆啊 什麼什麼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 他說 和解 就開始 加碼 什麼精神賠償 然後什麼 看護費 一天一萬 然後 事發到現在 什麼 一百多天 什麼什麼 加一加加 他說和解要 三百萬 蛤 這個車禍 好好運用這個車禍 哇 煉金 哦哦哦哦哦哦 我跟你講 我還在 震驚之餘 我旁邊的那個 保險業務員 我現在回想一下 他也是很沒有禮貌 他直接笑出來 哈哈 然後最後就是 他說 你要告 那就 就告吧 反正三百萬是不可能 最後法院判賠是 好像是 六萬塊 你